只要把客户经营好 让客户一想到你就心情愉快 那业绩就没有烦恼 但要是让客户有任何kimoji不爽的话 小则而念你几句 大则直接换下一家厂商的话 那你的麻烦就大了 大家好 我是张迈克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今天想跟你聊聊 如何经营客户 因为对一家公司来说 持续流失掉一个又一个的老客户 那严重性几乎跟办公室失火差不多 而且要争取一个新客户 所需要花费的成本 是留住一个老客户的5倍 这代表你每失去一个老客户 你就要再花费5倍的成本 来达到跟之前一样的业绩水准 所以为了确保 你不会再流失掉更多的老客户 我决定要来跟你分享 我在拜访上千位客户之后 所学到的惨痛经验 首先要进行客户最重要的前提 就是要可以提供有温度的服务 而业务这个行业的真相 同时也是被最多业务员所误解的事实 业务它其实是服务业 而不是销售业 很多人以为业务就是要销售公司的产品 所以算是销售业 我不是的 当一个业务员 它其实就是百分之百的服务业 但服务有分为两种 一种是提供没有温度的服务 而另一种是提供 五星级饭店等级的服务 那什么是没有温度的服务呢 我就像是你走进便利商店 或是平价旅馆 现场的服务人员有提供给你服务吗 我当然有 但是你有感受到被服务的温度吗 没有 因为他们就是很单纯的做些很公司化的动作 帮你点餐 收银 结账 帮助你check in 给你房卡 我这的确是服务 但它有没有让你感受到被重视跟尊重 我恐怕是没有的 而这个就是所谓的 没有温度的服务 那什么是五星级饭店等级的服务呢 那就是你人一到现场 服务人员马上帮你卸下行李 帮你趴车 走进Lobby 接你出来迎接你 记得你的名字 亲切的跟你打招呼 那接着帮你迅速的check in 行李也帮你送到房间了 然后桌上呢 还在欢迎你的小卡片 这样的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有一种备受款待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五星级饭店等级的贴心服务 也就是所谓的 有温度的服务 有温度跟没有温度 这两种等级的服务 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 而给顾客的感受 当然也是天差地远的 而且不要怀疑哦 顾客完全会愿意 为了享受这些更高级的服务 而付出更多钱的 服务绝对是有价的 而且价格还不低 那对一个业务来说 怎样才算是提供有温度的服务呢 如果你可以很亲切有礼貌 帮助顾客解决他遇到的问题 主动询问有什么是可以服务的 展现你主动积极 更热情的那一面 还会安排小巧思准备小礼物 平时呢也会电话问候 还记得他的生日 而且做事有效率 办事也不拖拉的话 那不仅是很有温度 感觉也很专业 答应客户的事情 一定要尽快完成 我在业务的工作都很繁忙 要做的事情很多 每天要拜访很多的客户 要打默开电话 要制作报价单 要做简报 一整天下来要做的事情很多 如果每个客户都交办一件小事情 一天累积下来 就会有很多件代办事项了 所以工作需要排序来完成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客户的立场 他就是想着一件事情 能夺快给他他要的东西 你可以越快把资料交给客户 他对你的满意度就越高 你越晚给他他要的东西 他对你的满意度就越低 像那天有个房仲打给我 在谈完之后 他当然要传一份资料给我 到现在已经过三天了 我还没有收到那份资料 但我其实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 因为我猜他可能是忘了这件事情了 那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我可能会跟他买房子吗 我恐怕是不会了 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我对他的信赖感 第一是工作没有效率 第二是他没有做到他承诺我的事情 但是仔细想想 我们大家都容易犯这个错误 像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 客户每次要我做什么事情 要准备什么资料给他 我每次都把时间压得很紧 就是我评估一下 做这个事情需要两个小时的话 我就喊两个小时交件 因为我想要呈现出一种 很积极又有效率的形象 但经常发生的是 两个小时根本就做不完 因为这期间可能会有 其他客户打掉进来 或公司突然有其他的事情 所以两个小时的事情 就变成三个小时 有时要到四个小时才能做完 最后就变成持交给客户了 造成客户的不满 所以原本我的出发点是希望可以展现出效率 结果却造成客户的负面印象 所以后来我也学聪明了 如果做这些事情需要一个小时 我就喊两个小时 如果需要一天的话 我就喊两天 来个自己先缓冲的时间 但在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就是你要在跟客户达成时间共事的时候 你必须要在效率跟承诺之间 达到一个平衡点 像那天有个失误界的业务来我公司做简报 那我听完之后觉得还不错价格也算合理 所以我就问他说 那你可以帮我把第二项跟第六项改一下 然后把更新报交单寄份给我 那我就可以做决定了 结果他就跟我说 好的没问题 但他五天后才能给我 我说蛤 五天 为什么需要五天 他说因为公司最近是忘记比较忙 前面都堆了很多客户要的东西 所以他五天之后 才有时间帮我修改简报 跟更新报交单 那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现在要花个15分钟改好给我 我现在就可以做决定啊 我当然还是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所以后来我就不再坚持了 那当然这个案子我也没有交给他做 因为我没有那个耐心可以等他五六天 所以当在安排工作顺序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客户交办的时间来排序 而是要用准备时间的长短来做排序 假设你有六个代办事项 那前面两个代办事项各需要五个小时 后面四个代办事项就只需要五分钟就可以做好 那你当然要先花个20分钟 把后面四个代办事项都先一次全部做完 让这四份文件可以先交给这四个客户 让我们可以快点拿到这些资料 那接下来再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准备其他的文件 所以原则就是 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的事情就先做 客户交办的事情不要堆积 能先给就先给 只要客户觉得你承诺的事情有做到 该给的文件都有给 提供的时间让他满意 也没有迟到的话 他就会更喜欢你 你也才有办法开始经营这个客户 需要道歉的时候就不要找理由 否则听起来就像是借口一样 我因为每个人都有一股想要对的冲动 即使是你做错事情 你也会想要试着说出自己的原因跟出发点 来证明自己其实并没有恶意 或解释为什么会出错 例如你跟客户约好时间但是你迟到了 客户其实就只需要一个真诚的道歉 他对于你为何迟到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对于你找不到停车位 在路上发生插撞出门发生什么事情 他完全不在乎 他只需要一个真诚的道歉 然后就不要再浪费时间赶快谈正事吧 又或是你传给客户的报价单 总教的数字打错了 你要怎么做 当然直接道歉然后赶快修改 你不用解释数字为什么会打错 因为客户根本就不在乎啊 他只需要一个正确的数字 所以解释你为何会出错 并不会让对方更信任你 或是对你更有好感 他就只会觉得你在找借口而已 即使你说的都是真的 所以当做错事情的时候 客户就只需要真诚的道歉 再加上你的承诺 来保证类似的情况不再发生 而这个时候呢 就要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想我有一年帮个大客户在小巨蛋办活动 结果当天早上董事长上台要置之前才紧急发现 现场媒体都收不到SNG车的讯号 结果后来才发现原来是SNG车停错位置了 差一点就开天窗了 然后事后在检讨的时候呢 客户就问我说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马上就道歉说 这是我们的疏忽 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我们在事前通知的时候呢 SNG车安排的位置没有交代清楚 所以我们接下来将会针对SNG车的停放位置 安排专人接待 并且带到正确的停车位置 以确保类似的情况不再发生 那客户听完之后也觉得OK 他们可以接受我的道歉 也认为解决方案是可行的 我一直到今天 这个客户都还是我的老客户 所以当做错事情的时候呢 就立刻真诚的道歉 并且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不要找理由 做解释 也不要找任何的借口 你需要成交 而且你不需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你要让客户可以经常想到你 不管在任何一个行业销售任何产品 让最多客户感到最失望的事情 同时也是业务的大忌 就是签约之后人就不见了 签约之前都很热络 很常打电话来问候 一通电话人就出现 然后签完约之后 人就跟失踪了一样 那个热度瞬间的冷却 客户的感觉就是 在业务员翻脸跟翻书一样 我像我自己也买过一张保单 在签约之前 那个业务也是很积极哦 来约见面约了两三次 也很经常打电话 那签完约之后呢 整整一年 他没有跟我有任何的互动 没有讯息 没有电话 也没有见面 我都已经忘了他是谁了 直到隔年他要续约的时候呢 才发个简讯给我 问我要不要续约 你觉得我会跟他续约吗 我当然是不可能啊 但其实业务也很无奈 因为时间就这么多 每天上班就七八个小时 但可能有数十个 甚至上百个客户 所以你要如何经营到 这么多个客户呢 你也没有办法每个都去见面拜访 你一天顶多跑两三个三四个客户 也没有办法每个都跟客户见到面啊 所以必须要利用工具来帮助客户可以经常看到你 那也才有机会可以经营到彼此的关系 所以你必须要利用社群媒体 善用影片 善用群发的讯息 善用群发的email系统 或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 录制祝贺的影片同时发给全部的客户 重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你只有这么多的时间 但你却有这么多的客户 所以你要想办法 让大部分的客户至少每一两个礼拜 都可以看到你发的讯息 或看到你的问候影片 也至少一个月接到一次你的电话 要经营客户的前提是 你得经常跟他联系 也让他可以随时在手机里面看到你 只要你可以经常出现在客户的萤幕里面 你的客户经营就算是做得不错了 要帮客户介绍新客户 当你帮客户介绍新客户的时候 对他来说 你就不再只是一个业务员了 这时你就变成他的贵人了 我为什么 因为只有贵人会帮你介绍新客户 也帮你创造营业额 所以当你帮客户介绍越多生意的时候 他就越把你当成自己人 甚至把你当成客户来对待 像我有一个连锁餐饮集团的大客户 我在很多年前第一次介绍公司案子的时候呢 当年我就推荐我的其他客户 到这家餐厅包场办尾压 光是那一年就帮他推了好几场 所以客户看到我都超级友善的 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是互动很好的朋友 所以做生意就是要礼善往来 人际关系也是互相的 你有生意的话呢 就要介绍给自己人 尤其要优先介绍给你的客户 因为当你介绍越多生意给你的客户时 客户就会被你经营得越好 他也会越来越离不开你了 而且根据美国哈佛商业评论杂志所做的调查发现 客户流失掉的原因第一名 就是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受到重视 没有被当成一回事 我既然都不重视我了 那我干嘛还把钱给你赚呢 其实经营客户关系 就跟经营任何一段关系一样 你都得投入时间 注意力 甚至是金钱来维持良好的互动 在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也很少会有在被你忽略之后 还愿意跟你续约的老客户啊 所以讲到这边我很好奇 你有遇过哪些公司或是业务员 很会经营顾客关系的吗 又或是你有哪些不错的好方法吗 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的看法 好吗 我是张曼可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Bye